一位孤独而漂亮的女士写给自己的信 亲爱的日记 这段日子 一切如常 一个又一个的男孩 我想自己是一个比较幸运的 但与此同时也感到有点困惑 我的老板今天又一次骚扰我 这让我开始感觉很不舒服 他毫无理由地进入我的办公室 假惺惺地说 是他让我进入了这间带有神秘感的公司 他想要干什么 一清二楚 就好像当我站在商店里时 一些陌生的家伙假装进商店买东西 但却什么都不买 只是注视着我 然后就在通道里溜掉了 这种人真无聊 今晚我出去见了布莱恩 很兴奋 他第一眼看上去很亮子 但是有点单调 这种男孩不明白 他们看上去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 从确定到哪里吃饭 时间 桌位 甚至停车点到问请我喜欢吃的饭菜 避免点到我不喜欢 实际上 这让我有点难过 他看起来对人太好了 但是 他却真正错过了本质的东西 看起来 没有男孩能像我的前男友詹姆斯那样 他很风趣 但却不像身边那些亮仔一样好看 也不够谦和 但就是感觉他身上散发出了一种魔力的东西 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每当我想起他时 都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他今晚给我打电话 那就太好了 但我知道他不会 所以我不再胡思乱想了 我想 最近认识的这些男性中 只有他一个人让我觉得开心 虽然他们送的礼物与邀请的晚餐都不错 当然 史蒂芬的游艇太棒了 但 没有人能让我产生与他在一起时的那种感觉 那么兴奋 我知道 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和那些愿意给我任何东西 做任何事的男人比起来 和詹姆斯一起吃顿饭的感觉好多了 我真的有点想他 哪里才会出现一个男人 让我再一次产生这种感觉呢 还会产生同样的感觉 我有点怀疑 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想起他 我很想忘记他 和那些好男人开心的在一起 那会让妈妈开心点 他们却做不到 一个女孩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取悦女人不是魔术 对于大多数没有经验的人来说 受女人青睐是无法解释的 看起来有点像魔术 不幸的是 许多男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我既没钱 也不出名 我既不高大 也不帅气 我没有机会像其他男人一样成功 这根本就是把成功在头脑里就判了死刑 如果一个人相信某事是不可能的 那就会建立起巨大的阻碍 许多专家认为 由于物理极限 人类不可能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 甚至有人认为 由于负荷过重 可能引起当场死亡 直到班尼斯特第一个 在四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之后 第二年 就有十二个人也跑进了四分钟 当我开始自己的学习之旅 了解打动女人集约会技巧时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 我很怀疑 一个外表平平 像我这样的男性是否能否获得成功 我是多么无知呀 在学习过程里 我看到过许多男性 做成了许多我认为不可能的事 我目睹一个家伙在一个周末里 获得了25个不同女孩的电话号码 我也看到了一个人走进吴上庄舞会 把一个刚认识的舞蹈女孩带回了家 我还见到一个人参加过互联网上几乎各种约会 我还碰到过一个矮小的人 肥胖的人 上年纪的人 秃头的人 他们都在打动女人上 获得超乎寻常的成功 我还见过比这些刚描述的事理 更难以置信的如果我说出来的话 可能让你感觉无法相信其真实性 简言之 我全见识过 我明白了 无论你认为自己有什么缺陷及不足 都可能打动女人 获得青睐 现在我深信 任何男性都可以掌握吸引女性的技巧 只要他愿意学习 愿意实践 除非你失去知觉 无法从事正常的社交活动 下面 让我们幻幻思维 吸引力的威力 我斗胆在此宣称 如果你碰到一个女人 与她交流过一段时间 足够给她留下关于你的第一印象 但她却没有感受到你的吸引力 那么你就无能为力了 这不是争取 尖叫 电话 尝试 买东西之类的事情的次数决定的 如果你碰到一个女人 跟她沟通了一段时日 足够给她留下关于你的第一印象 并且让她感觉你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 那么她就情不自禁了 无论多少次理性的思考 多少同伴的劝阻 都无济于事 实际上一些女人能忍受辱骂 否定 以及其他一些可怕的是因为 她们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吸引情绪 为什么女人会被一些男性所深深吸引 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男性都没有钱 长得不帅 也没名气 因为她们情不自禁 为什么女人感觉一些男性毫无吸引力 即使她们有理想男人的出众条件 因为她们情不自禁 好好想一想吧 一个女人产生的各种感觉 都是情不自禁的 她对此无能为力 对于她来说 一切都好像是偶然发生的 我们正在面临一种比逻辑思考更强大 比理由更有力 比父母警告更有效 比糟糕经验更厉害的神奇机理 吸引力的力量是根本不公平的 彻底不合逻辑的 异常残忍的 超越了所有力量 一旦受吸引力影响 人们会做出一些完全不合情理的 甚至违背自身利益的是 我曾见过人们去貌不必要的危险 承受巨大的损失 只是因为吸引力 事实是 吸引力既谈不上好 也谈不上坏 她只是 吸引力是自私的 或者说 吸引力以自私的方式在工作 吸引力无关乎他人的感受 她劫持了人类的思想与身体 只是为了她自己的需要 吸引力要么处于打开状态 要么处于关闭状态 你要么能感受到 要么感觉不到 如果你无法让女人感受到吸引力 那么她很可能永远也感受不到 如果她感受到了 那么没有任何理由 没有任何逻辑思考 能改变这种感受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一开始就像个胆小鬼 他将一开始就丧失了 对你的吸引感觉 男人 女人和吸引力 我过去相信做一个好人 会让女人喜欢上自己 如果你表现得很好 而女人没有喜欢上你 是因为你不够帅 不够有钱 或者其他什么的总之 以无能为力我的意思是说 真正吸引一个女人的 是男人对女人的关爱 给女人买的东西 对女人很温柔体贴 这难道不对吗 这些当然对 但 只是从逻辑意义上来讲 但是当我真正开始近距离观察 真实世界的情形时 我发现了一下情况 一 当我表现得非常讨好时 女人们却试图与我分手 忽远忽近 总是不太开心 不太满意 讨好看起来 是吸引力的敌人 二 而我身边那些好男人朋友 也是不太能吸引女人的人 反而是那些坏男孩的朋友 却获得了女孩的青睐 三 大多受欢迎的男性性征 看起来却表现在那些品格卑劣 习性好多的坏家伙身上 六七年以前 我决定找到我人生的另一半 我开始大量阅读 与学习流行的知识与技巧 我几乎试验过了 每一种打动女人的技巧 但是 无论我试过多少次 却总好像不得其门而入 有些点子是有效的 但大多数都没用 然而 有一天 我正在跟一个刚结实的朋友 聊天 讨论关于打动女人的话题 我讲述了一些新的技巧 比如笔记分析 观首相之类的 但她却带着一些迷惑的微笑看着我 随后 她带着我走进了真实的世界 让我开始理解吸引力的奥秘 她通常都告诉我 女人不会被那些讨好他们 做好事的好男人所吸引的 她的吸引女人的方法 就是装傲慢 做有趣的是 把女人引入她所设计的方向 她甚至有时故意扮粗鲁 这真让我想不通 但是 当我把这些谜语组合在一起时 我开始领悟到 一吸引不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 换言之 一个女人不会对一个男人急自己说 哇 这个男人看起来很聪明 有趣 正是我所寻找的类型 我想已经被她迷住了 这一点已经发展成为我的标志语 吸引不是选择 二 吸引发生在潜意识层面 是一种针对特定刺激 自动化的情绪反应 对于男性来说 吸引力通常是对美丽的面孔 火辣的身材的反应 而对 与女性来讲 却是其他原因 三 吸引力本身有一套产生的 逻辑 你完全可以学会相应的技巧来创造 四 当一个女人被男人所吸引时 她是根本不符合理逻辑的 为了和她所喜欢 得人在一起 她甚至是会牺牲她自身的利益 如果你还是固执地认为 女人应用被好男人所吸引 那么你应该首先睁大眼睛 看看身边的事实 一 很多男性相貌平平 中等身高 普通收入 却大受女性欢迎 二 最好的男人通常都不是让女性着迷的男人 三 有很多真正的坏男孩却得到了更多女孩的放进 四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掌握吸引力机制 换句话说 当我们被某些人所吸引时 这种吸引力控制了我们 而且 我们几乎对此无能为力 我关于吸引力的概念 吸引不是选择 它是进化出来的机制 控制着我们的大脑鱼身体 以确保我们可以与最好的基因相匹配关于进化论的观点 我们不必去深究 我相信大多数人同意 进化在某种层面上持续发生 一时我们发生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性 不管你是否相信上帝创人都不妨碍吸引力机理的存在 后面章节里 我会进一步解释这套理论 我的观点是 绝大多数女人都对于数什么所吸引 不数什么吸引没有自制力 她们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吸引力对于男女的工作效果完全不同 就男人来讲 外貌第一 个性其次 对于女人来讲 个性第一 然后才是外表 虽然其诱发的原因不同 但那种被深深吸引的情绪感觉 是基本相同的 当涉及女性时 大多数男人容易被情绪 社会常识所驱使 在错误的时间里 为了错误的理由 做错误的是 她们从不花时间去研究一下 吸引力的工作原理 她们也不接受该理论的存在 所以大多时候 她们盲目行动 为什么她们会盲目呢 就是因为 当问女人们 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时 她们总是说 我喜欢帅气 诚实 有思想善交流的男人 但是事实是 这个答案 即是女人想的 请记住 女人想要的 与女人被吸引的 根本就是两回事 吸引力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事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曾说过 心灵有其神秘的逻辑 我们的情绪系统 经过百万年的发生 已经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进化 及筛选的流程 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 常常被一些不符合逻辑的事物诱发 有一个 我和朋友在一个购物商场外聊天 其中一个家伙紧盯着女装店看 突然 她叫了一句 我情不自禁地想看女人的乳头 当我转头望去 我才明白 原来她正盯看那些橱窗里的塑料夹人 她们的乳头在轻薄的外衣里若一若现 明白之后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半场 我相信你也有类似的经历 杂志封面 身旁走过的女性 电视节目 当女性从你身旁经过时 你会立即锁定在她身上 你甚至会看上半天 都目不转睛 直到她从你的视线里消失 我认为 这种反应 就是进化的结果 有利于帮助我们发现拥有优秀基因 年轻量力的配偶 同样的 女人也有类似的基因 但是女人的吸引力 激励对于某种特定的个性 品质 语言更容易产生反应 其程度远远超过身形与外貌 换句话说 如果你可以以正常的方式 传达出正确的信号 女人就会立即注意你 甚至无法从你身上转移注意力 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 这种激励如何产生 以及为什么存在 更重要的是 告诉你 如何运用这种激励 来吸引你清新的女性 下面 我问你 什么因素可以让你立即 对一个女人产生被吸引的感觉 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 不错的外表 身材 甚至是声音 但是90%的单身男性不会说 让我们周五晚上出去 寻找一些品的优良 家庭稳定 表达能力强的女人吧 如果我们是纯粹的理性生物 那我们就更不应过度地关注外表 但是事实上 我们甚至会想 她看起来太漂亮了 她一定在脸上花了很多时间 所以她可能不太会照顾同伴 父母 我选择不被她所吸引 请清醒一下吧 让我们回到现实 正如我前面不断强调的 男人被女人的外表所吸引 女人被男人的个性 风格 沟通模式所吸引 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 都长得让女人瞩目的帅 但是这种男人并不多见 他们是特例 普通意义上讲 男人为外表火辣的年轻女孩动心 而女人则对某种融合自信 幽默 个性化的特质所吸引 事实上 女人的注意力 常锁定在出现在浪漫小说里的 个性人物身上 因为这些男人满足了 他们某种深层次的需要 这种需要 是情绪化的复合体 如果你走进书店 拿起本爱情小说读读 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故事的主人公 往往是一个个性粗广 行为怪异 桀骜不驯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不太好的家伙 当然 在故事的结尾 他多半会冷静起来 但你知道他的本性是不会改的 你可能经历过类似的情景 我认识的一个女人 喜欢跟怪人约会 然后 她会把我当朋友一样 讲起她的经历 为什么女人们总跟怪人约会 然后跟她的好男人朋友 谈起约会的事 而不是先跟好男人朋友约会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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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换换脑筋的练习 你要做做下面这个简单的练习 拿起你的电脑鼠标 顺时针转180度 把原来远端的部分 靠在近端 好的 线低 试着通过移动鼠标 来指挥电脑屏幕上的光标 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意义 它只是上下颠倒 但是 随着你使用一段时间 你就会开始适应了 可以流畅的移动鼠标 练习让女人被你吸引的技巧 其过程是一样的 刚开始时针 好像毫无意义 但是 你练习越多 就会越发明白 不符合逻辑的东西 一样有一套模式 与方法来掌握它 事实上 我认识到 一旦你掌握了这套 触动女人内心吸引力 按钮的行为模式 你就会发现 女人会马上感应到 你是一个理解原则的人 并立即做出反馈 相反 如果你没有理解原则 女人就会立即拒绝 你必须牢记 漂亮女人 时常被讨好 他们的男人围住 但却几乎不会产生吸引效果 你必须与众不同 你必须让女人开心 却不能像个傻瓜 你必须自信 却不至于显得轻浮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完全控制自己 以及当时情境 我希望你开始 更好地理解这句话 吸引不是选择 你要经常自问 我认为长期的关系 是健康的吗 我想告诉你 是 我认为长期关系 是美好的 健康的 是快乐幸福之源 来自邮箱的一封信 我今天37岁 长相不错 穿着得体 没有任何不良的习惯 成长在一个 重文明 有教养的家庭 家人们态度和善 我感觉很难学习 坏男孩的态度 去跟女性交往那样 彻底违背了我的品性 我仍想以率直 感性的男人形象 去接近女性 虽然从来没有成功过 我主要的问题 源于自己的年龄 大多数过了28岁的女人 都想尽快结婚 因此用丈夫的标准 来衡量我 而不是性感男人 我的朋友说 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跟 年轻点的女孩约会 听起来 好像很容易是 我想接近各种女人 但是 我强烈感觉到 一个37岁的男人 接近一个23岁的女孩 或者任何低于28岁的女孩 会被怀疑动机 特别是我不是名人 不是有钱人 虽然我知道自己 是一个待人体贴 公正和顺的人 但此时此刻 我的内心充满矛盾 在你的书里 我没有找到答案 你曾看见过 在我这样年龄段的人 像20岁的小伙子 一样追求 年轻女孩的现象吗 我知道这种情 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 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评论如下 首先 你并不孤单 有很多男性都在想 我长相不错 工作稳定 也挺聪明上进 我当然可以吸引女人 你必须明白 女人根本不关心 你是不是一个好人 好 根本无法点燃 她们的情绪 无法让她们感受到 内在的吸引 那么 什么可以让她们 感受到吸引呢 你猜猜看 戏弄 幽默 不可预测的行为 有魔力的自大有趣 我听过一条伟大的理论 我们都被妈妈养大 而不是父亲 换句话说 我们都是在妈妈 支配父亲的家庭里长大 所以 我们学会了 如何吸引妈妈 而不是如何吸引爱人 问问你自己 什么类型的男性 才能立即吸引我的注意力 让我产生 被他吸引的感觉 很多人写信给我说 我认识一个漂亮的女孩 聪明伶俐 很吸引人 她和我是好朋友 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但是 她却说 没有被我吸引 你注意过吗 最有吸引力 最有趣的女孩 常被那些 对她们不怎么样的男人吸引 你对一个女人越好 她就越会 仅是朋友的态度 对你 这是什么意思 妈妈不是说 对一个女孩好点吗 请注意 女人通常不会被 好男人的吸引 女人通常被有趣 自信 神秘的男人所吸引 你必须学习 如何通过你的个性 来吸引女人 做个好人 根本无济于事 我认为 一女人会很快地做决策 一个男人是做朋友 还是浪漫关系的潜在对象 而一旦他下了决定 就会保持下去 二 这种决定是潜意识下达的 过程非常快速 三 只要掌握方法 你会让女人产生吸引的感觉 而不是朋友 刺 方法就是 不要再办好好先生 当然也不是装坏蛋 该如何吸引女人呢 首先 我要强调三个个性特质 有趣 自信 神秘 在开始详细解释之前 我要提醒你 女人不合常理 你一定要记住 当然 女人都会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但是 只要男人多一点自信 就会立即增加吸引力 如果 你再增加一些幽默 你将魅力大增 礼貌千功损害你的魅力 在一个漂亮女人身边 男人倾向于征求女人的同意 就像在其他的社交场合一样保持千功 然而 讽刺的是 征求她的批准 讨好她 你将永远无法触发她内心的吸引力扳机 有趣的是 就算一个女人总是征求你的同意 你也不会因此改变对她的感觉 一个人是无法同时关注太多事情的 总征求别人意见 很容易分心 当她试图征求你的同意时 她就会分心 以至于无法不同意你 换句话说 只要一个女人努力去征求你的同意 她就不可能再去挑剔你 或是你的行为 现在 不要被这个观念所干扰 记住 你的标准越高 她就越会努力去表现 让你觉得她符合标准 她唠叨的也就会越少 抱怨也就会越少 越不会在你身上挑错 过滤器 放大器 在市场营销市场体系里 存在着过滤器与放大器的概念 就是说 每一个细分市场里 各种因素都被分成两类 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 某些因素 如果将降低一个人的兴趣与欲望 增加怀疑与抗拒 我们就将其称为过滤器 因为该因素将使人们过滤掉该信息 某些因素 如果可以提高一个人的兴趣或欲望 或是使他们想接下来采取购买行动 那就称之为放大器 在追求女孩方面 也有相似的信息 简言之 你做的每一件事 要么是过滤器 要么是放大器 前者降低了女人的吸引感觉 后者增加了吸引感觉 有很多个性特征与行为 是可以增加你的吸引力的 例如自信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吸引力因素 缺乏自信是不吸引力因素 在任何场合下 你要么增加你的自信吸引力得分 要么降低得分 记住 如果你不能再接触的刚开始 就闪耀出你的吸引力 你后面基本没有机会 就是说 刚开始时 你就必须一股作气 加走马力 当然 所有的吸引力因素 都发生在潜意识层面 大多数人都以为可以控制住他 女人使用暗示日来表白 通常来讲 女人对于情境及交流信息的解读能力 要强过男人 男人在与女人交往中 很容易忽视一些明显的信号 比如 借连抽烟 提及粗暴的前任男友 没有工作 女人却相反 与一个外表友善 相貌英俊的男人交谈时 可以同时观察很多细节 比如 她的鞋是否与皮带相配 如果她没有认识到皮带应该配合相应的皮鞋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不懂时尚的人 如果我和她在一起 我将不得不为她在我朋友面前出现时的着装而操心 我猜 她也不关注房间 也不在乎大众潮流 她还要太多的东西要学 听起来难以置信 睡下吧 找到你身边最靠近的漂亮女人 对着她读上面的一段话 你可能看到一副会心的微笑 甚至引来一阵大笑 真的 试试吧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女人经常是靠一些小细节来做决策的 如果你想教到女友 就必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 你需要养成一些新的习惯 你需要学习一些新的技巧 只要每天花点时间来关注一下自己的干净卫生 学习一些穿衣着装的知识即可 你掌握技巧了吗 当你与女人交流时 女人一眼就能看出 你是否掌握了技巧 她的内心 是在寻找那种掌握技巧的男人 可以触发她内心吸引力的扳机 她想知道 跟她在一起的人 是否与她在同一频道上 是否与她是同盟 是否与她有共同语言 如果你可以通过这些及时测验 如果你可以表现出你掌握了技巧 那么你就获得了跟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机会 否则你就没戏了 机会之门就此关闭 随后你就会发现 每当你跟她对话时 都感受到冰冷 那么女人究竟想你如何交流呢 漂亮女人希望男人经验丰富 知道如何应对女人的测验 女人的情绪 女人的戏剧化 这种男人将在漂亮女人身边如雨得水 一种男人聪明 善良 和气 另一种男人有挑战性 有吸引力 真正的男人懂得良者的区别 紧张 不舒服 请求批准 不稳健的男人 经常靠礼物来讨好女人 另一种男人明白如何控制她的情绪 如何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保持冷静 女人真正需要的 是一种完全自信 明白如何实现自己梦想的男人 你该如何把这些信息告诉女人 而不是直接说出来呢 这就是你需要学习的 顺便说一声 听起来是否有点像一个变影里的角色 或是一个虚构的理想化的故事 哼 可能吧 也许我正在介绍斩姆斯邦德 也许我正在描述大多数 在现实世界里的泡妞高手 总之 你可以学会如何表达这些信息 你可以掌握技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中